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喜爱公义 耶稣基督喜爱公义 祂恨无罪欧 这个喜爱公义跟喜爱罪欧不能并行的 喜爱公义一定恨无罪欧 如果你喜爱罪欧一定恨无公义 喜爱光的人一定讨厌暗 喜欢暗的人一定讨厌光 不能并存 你要支柱作欧 你要休息行善 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两方面 止住走 休息行善 耶稣基督是痛恨罪欧 喜爱公义 你看他的深爱 深切的感情 同深切的义的本体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论到直接说 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过全是真正的 你喜爱公义 你恨无罪欧 义是什么 现在我以为大家用一段的时间思想神修性的课题 什么叫义 我相信义这个字很难翻译成其他文化里面其他的字 所以当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就变成正直的意思 righteousness right righteous righteousness 英文的right有三个意思 第一就是直 第二就是正 第三对的就是右边 所以right hand是右边 right thing是对的事情 right righteousness是正直 所以这样呢这个正直就变成义里面的一部分了 那这个字呢在英语希腊文 你开用书呢 它是法院里面所用的名字 而为什么新诱的时候特别用希腊文作为神启示的媒体呢 在旧诱是用西班来文 是对以色列人建立的旧有 到新诱的时候 福音要广传到万国万方万世万民的中间 所以这样呢各国各方的人要领受更完美 更准求更深入更丰盛真理的时候 上帝竟然用了非以色列文 非亚兰文 非中东的语文 而用了希腊文来作为这个它启示的媒体 为什么呢 当然希腊文有很多的优点是 别一种语言里面没有的 特别是时态关系的描写 这个时态或者关系时态的用法呢 在我们中文是很差的 比如说我今天吃 我昨天吃 我明天吃 所以你写一个吃字 不知道哪一天吃的 在英文就不能了 I am eating 我正在吃 I ate already 我已经吃了 I ate yesterday 我昨天吃 I will eat tomorrow 我将要吃 明天将要吃 所以将要过去进行 进行还没有完成 进行已经完成 已经过去进行完成的 或者将要进行可能完成的 这些是多种时态 但是上帝用希腊文的时候 你知道希腊文的tenses 一共有六十四种 六十四种 你逃不掉了 到底那句话要讲什么 那句话是指什么时候 怎样的时候 什么时候 怎样的状态 你逃不掉了 这样完整的这个 语言的架构 对时态的这种了解 在希腊的敏感度里面 神就用作攻击 作为媒介来表示 这是很奇妙的 上帝用希腊文来描写 来作为媒介 启示祂的真理 要使普世 所有万国万民的人 可以代表最正确明白神话语的可能性